因为有自己的疫苗自制研发能力 我们才能够长保长治久安 前副总统陈建仁令体国内又有自己的疫苗产业 甚至不惜亲自参与疫苗受试 也在脸书大力推荐国产疫苗 没想到他不但提前解盲 还说自己打的其实是安慰剂 你是以身体来力挺 然后背书国产疫苗 所以整个感觉就是说 陈建仁他是一路上都在挺国产疫苗 可是当他自己讲说 其实他打的是安慰剂 那真的是原来因为听陈建仁的话 而对国产疫苗有信心的人 真的就崩溃了 国产疫苗的研究 其实国内的民众是非常踊跃的 另外其实包含很多医界 或者是公共卫生界的大前辈 他们也都非常 把自己的身体拿来做人体试验 说实在的啦 以莱茵的逻辑 那如果他今天解盲之后公布说 他打的是疫苗组 那莱茵就会说你看吧 你就是徒弟啊 你就是拿到好处 你还帮他讲话 陈建仁事后在脸书澄清 他是在安慰剂组 捕施打疫苗的延伸性计划 才会知道解盲结果 不过陈建仁立挺国产疫苗争议 不仅如此 他也曾在脸书讨论国产疫苗 免疫桥接的可能性 但明明世界上就没有任何新冠疫苗 是用免疫桥接取代三期实验 副总统是科学家 也是天主教徒 此时应该发挥神爱世人的精神 用科学的专业来协助人民 把关疫苗政策 不要让政治凌驾了科学 他们是现在正在继续做三期 有看到的是包含 至少高端我都知道的是 他们已经跟巴拉圭签了三期研究的启动 那台湾这边也继续会做三期 疫苗是国安问题 不过陈建仁高调力挺 频频在解盲前公开背书 反而让争议剪不断理还乱 欢迎新闻李温宇黄明辰台北报导